和大家讀一篇海峽兩岸的消息 這是發表在新華澳報 2022年10月7日 題目是蘇喜 蘇喜是人名 美指美國 攔阻大陸武統台灣 這是根據香港的總統社 台灣消息 台海局勢緊張 台灣前國安會的秘書長蘇喜 在10月6日表示 中國大陸一旦選擇武統台灣 美國很難阻止解放軍 在短時間下攻下台灣 避免台海衝突的關鍵 在於中美談判 在這裏中美談判沒有台灣份 我們繼續讀下去 台北論壇當日舉行 台灣安全趕助 蘇喜整理了自從2015年到今天 多份美國政府 智庫和學者的報導和論述 報告美國軍事保衛台灣的能力 蘇喜表示 未來五至十年 是美軍軍力轉型的空槍期 美國將在2026年之前 淘汰年齡到期的48艘軍艦和256架戰機 而他的盟邦和夥伴 也沒有辦法接納美國大型 永久性的軍事基地 軍事保台的能力 是會明顯弱化的 他繼續指出 根據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 五角大樓多份官方報告 和多位前高官和將軍的看法 解放軍在東亞的優勢軍力 加上美國緩台的地理距離 使得美國在台海衝突爆發初期 很難阻止解放軍在短時間內 攻下台灣創造既成的事實 談到如何避免台海衝突 他認為當台灣的政治、軍事作為 都沒有辦法處理兩岸危機時 中美談判是會等到台海避免戰爭的唯一方法 中國大陸內部的意見 整合得非常好 但反觀美國兩黨分裂 國會強勢 中美談判可能因為美國政治弱化 內部分歧而遭遇到困難 繼續說另一個人的看法 這個就是龍應台 他也應該參加這個會議發表意見 台灣剛剛經過了第四次危機 兩岸陷入了敵意的漩渦 台文化事務管理部的前負責人作家 龍應台接受台媒採訪時說 真正有思考的台灣民眾 不會把自己的禍福架設在西方的支持之下 在危機四伏的年代 台灣人有責任為自己下一代著想 龍應台繼續說 民進黨過去以反中的姿態獲得選票 這個可以理解 不過民進黨自此取得選票之後 就繼續把人民帶向戰爭邊緣 這個就是不負責任 而且在今日的台灣只要提到和平 就會被冠賞投降主義 反對戰爭是必須要揭盡所能 尋求和平之路 但是台灣沒有看到 而是直接跳到戰爭的準備 使他覺得無法理解 龍應台也提到 戰爭從來不是遊戲 但台灣人對危險局勢沒有感覺 一方面台灣人人心疲乏 但這也是有些人一直鼓吹 美國絕對是一個可靠的靠山有關 他從不相信自身的安全禍福 可以寄託在另一個國家身上 在危機四伏的年代 台灣人尤其是需要冷靜頭腦 長遠眼光 不要受政治力干擾做眼前的決策 核心的命題就是 要給下一代怎樣的台灣和未來 要做什麼事才能夠保障台灣的安全 繼續說的是關於台資繼續撤走 台美利率的差擴大 外資持續出走 9月份台灣整體外資正匯出 五十七點六百七億美元 已經連續四個月呈現正匯出 今年前九個月整體外資累計的正匯出 高達二百二十四點七二億美元 支合新台幣大約是七千零九十四億元 美國加息牽動著全球資金流向 今年三月美聯社正式啟動加息 整體外資就立刻轉向 台灣三和四月合計的正匯出 就是一百一十五點七九億美元 五月份呢 暫時的轉向就是 正匯入近二十七億美元 接著的四個月都呈現了正匯出 合計正匯出就是一百八十八點三四九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七月開始 整體外資單月正匯出 亦都超過五十億美元以上 而且匯出的力度逐月在加大 當局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官員即演 美聯儲九月鷹派加息信號強烈 全球都在通脹和加息兩大變數的籠罩之下 不過近幾天氣氛也有點不同 英國港稅的政策轉彎 加上外界與其美國因為經濟數據疲弱 可能會放緩加息步伐 國際局勢現在稍微緩和的跡象 我不是很同意 再過兩個月 在歐洲那邊的能源會引致另一個非常大的金融波動 大家小心 現在它在報警就是過去歷史 官員指出近日全球股市的呈現反彈 台股近幾日表現都比較好 不過局勢會持續變化 美聯儲11月還有利息決策會議 當局將會持續關注 當局同步公佈 今年前九個月外資累計賣超上市股票 11,131億台幣 應該是32億 9.93億 賣超上市股票是544億 6支累積賣亦是4.79億 賣超上市股票是2.7億 這裏我不明白她說什麼 大家如果明白我自己搞定 接著就是關於台大校長人選 台灣大學校長的輪選在最後階段 目前只剩下六個候選人 最後階段還有六個 輪選委員會最快在7天會投票選出校長 台大現任校長去年10月宣布不再續任 任期會在2023年1月7日到期 台大校方啟動了新校長的輪選作業 目前最後階段 好吧 不過時間不多了 今年9月6日的校務會議舉行了推薦投票 原本九名校長候選人 有三個沒有通過門監 剩下六個人會繼續第二輪 依照輪選敗法 將採取兩輪投票 第一輪會針對個別候選人進行投票 六人之中選出票數最高的兩人 第二輪投票是輪選委員會21席的會員每人一票 第一輪勝出的兩人獲得過半數支持者 將會正式成為台大校長 關於台大校長的薪資 目前批評就是一個笑話 公立大學校長月薪 組成十多萬元新台幣 教授薪資加上不足四萬元主管加級 總額不超過二十萬 明顯低於私立大學校長 要學校有適當人選 對於校長的省受不可太慳 最後就是這個關於疫情的情況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六日通報 新增四萬六千四百二十三例新冠肺炎 一個本土病例 六十一個是境外輸入 確診病例之中增加死亡五十七例 新增這四萬六千幾個本土病例之中 比上週同期增加3.9% 患者年齡介乎未滿五歲至九十歲之間 病例分佈在新台北市有九千幾個 台中市五千八百幾個 台北市五千二百幾個 桃園市四千九百幾個 新增五十七個本土死亡 年齡介乎五至九十歲 都屬於嚴重感染 五十三例是萬性病史 四十三例未接種三劑以上的新冠肺炎疫苗 當局審計主觀報告說 有七百八十六萬餘劑的疫苗 將會在今年十一月到期 希望目前已消毀了疫苗四百萬劑 其中本土生產的高水疫苗是一百二十萬 其餘的主要是阿里斯利康 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至目前為止 全台灣累計有六百七十三萬 一千九百三十九例 其中六百六十九萬六千六百九十七例為本土病例 死亡現在累積到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例 台灣二千多萬人 這個疫情可以說是非常嚴重 這就是台灣的消息